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捞下来过冷水 飘起来就说明是熟了 这边是冷水 直接的那种水管里 最来水管里面直接的凉水就可以 因为待会我们还要煮 好 我们这边的这个米酒也煮得很漂亮 你就煮开了 你就煮开了 我们把过冷水的丸子放进去 你看 大家看都是一粒一粒的 不会粘在一起 这就是放油跟过冷水的那种起来的效果 对 就加一点油过一下冷水 它那个每一粒你看都好亮 像珍珠一样 就是这种小窍门 真的 你不说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是 今天我算是看明白了 为什么人家丸子都煮得这么完整 这么亮 这么漂亮 好 肯定很多朋友都想摩拳擦掌回家试试看了 这时候我们加白糖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 好的 这唯一的调料就是白糖 对 所以这个汤水为什么说我们强烈推荐给大家 你看这个季节 你早起的时候 比如喝一碗这个汤很暖 或者是当晚餐喝一下 睡觉也是这样舒服的 对 有朋友来你其他菜做好 最后端一碗甜汤 它也很合适 他现在就看丸子再次浮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枸杞 好的 枸杞 平干火明目的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等锅开的时候 我们再把那个打的蛋花铺上去 最后是出锅前 出锅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步骤 打完蛋花还有一个小小的步骤 要干嘛 淀粉 哦 好 让它的汤色更美 然后加一点湿淀粉 这道汤水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啊 所以你这么看过去的话 你觉得哇它也太简单了吧 就是那么简单 对 一个丸子煮制的技巧 你掌握住 你煮的就特别漂亮了 好了 非常漂亮的汤 我们最近好像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甜汤 如果你刚好也爱吃甜的 又很想说 可以拿到一些滋补的这种甜汤的话 你最近要关注一下我们节目了 我们这个录剧给大家推荐 很适合秋冬季节吃的甜汤 不会有那么高的热量 而且能让你吃的很滋养哦 一碗甜汤 然后呢你可以再搭配一个爽口的小菜 酱一顿饭其实也解决了 对 很温暖吃的对不对 那我们去看看吧 今天小萱推荐的美味 节油店是怎样完成的 酒酱小丸子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酒酱 汤圆白丸子 枸杞 鸡蛋 和一些淀粉 调料只有一味 就是白糖 我们来看看小萱究竟是怎样来做这道甜汤的 锅里加水 烧至温热 滴几滴油 倒入白丸子煮开 丸子浮起即可捞出 泡入冰水中 另背一口锅 加入适量的水和酒酿烧开 再倒入小丸子 用白糖调味 丸子再次浮起时 加入枸杞烧开 打入蛋液搅出蛋花 用湿淀粉勾个薄芡即可起锅使用了 酒酿干心闷 富含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B族维生素 矿物质 有机酸等等 可以益气 生津 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有助消化及增进食欲的功能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酒酿小丸子 这个小丸子的做法 今天我们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一点都不拿 每个人看完应该都学得会 那我们除了这个小丸子 其实你还可以搭一些有馅的 对 同样的煮法 就可以了 对不对 要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好 节目最后 我们要特别感谢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样也要感谢盛州食用油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也要谢谢每位来宾小轩的光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你好胃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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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节目中 远远将推荐一款强大滋润功效的漂亮汤水 配上爽口小菜 超级用心哦 不可错过明天的好味道